雞肉是否一定比牛肉更低膽固醇呢? 原來是取決於哪一個部分?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的資料 肉類裡面的飽和脂肪含量 可能會因為切割或者醃製而有所不同 選擇可見脂肪最少的瘦肉 有助於減少飽和脂肪的攝取 而比較瘦的牛肉包括牛西欄、牛里脊肉、 牛後腿排肉和牛肩甲肉 而在2019年一項研究指 雞肉和紅肉在膽固醇方面沒有顯著的分別 AHA建議可以用更健康的方式去準備肉類 減少攝取飽和脂肪 首先攀調之前 切了肉上面可以建的脂肪 之後就是選擇燒烤或烘烤 而不是在平底鍋裡煎或炸 燒烤或烘烤肉類的時候 可以用架、瓶走脂肪和油分 另外用酒、果汁或者植物油的醃料 去濕潤一些肉類 而沾在肉上面塗油 最後就是去除表層硬化的脂肪 而在烹調和食用家禽之前 也可以把皮去除 除了癌症之外 心血管疾病可以說是現代人 普遍都會面對的健康威脅之一 在現代人飲食過度 不均衡和越來越精緻的情況下 越來越常見 膽固醇過高的風險 也不再限於中老年人 幸好透過飲食 可以有效降低和控制膽固醇 過去有不少的講法認為 食物所癌的膽固醇 即是善食膽固醇 是造成人身體膽固醇過高的成因之一 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 人體的膽固醇 由肝臟所製造 比善食膽固醇 減少飽和脂肪的攝水 更加有幫助 不妨以魚和雞肉為主 減少攝水紅肉 例如豬、牛、羊、雞蛋 以及全脂的乳製品等等 烹調也應該以負行不飽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像橄欖油為主 現在已經有很多研究發現 反色脂肪會提高壞膽固醇 對人體的威脅 甚至高過飽和脂肪 大幅提高了心臟病發生的風險 而反色脂肪 主要來自 以氢化植物油為材料 或者用氢化植物油 飯條的煎炸和烘焙食物 所以人造牛油、奶精 蛋糕、餅乾、零食等加工食品 都含有反色脂肪 而牛、羊的奶和脂肪 以及它們的製品 好像全脂牛奶和牛油 都含有少量天然的反色脂肪 所以都應該少吃 而食物裡 所含的天然淺食纖維 尤其是水溶性纖維 可以與膽酸和膽炎結合 形成分辨、排出體外 由於膽固醇 是膽酸和膽炎的成分之一 所以這樣 肝臟就會消耗更多的膽固醇 膽固醇過高 一直都是很多中年人的困擾 台灣腎臟科醫生江首山 在健康節目 健康好生活裡分享到 自己遇過一個48歲的病患 因為膽固醇過高而就醫 一經檢查 發現總膽固醇260 大密度膽固醇180 江首山要求患者 每天都要吃半個牛油果 而交替的另一天 就食用五粒開心果 而這個患者 連續地吃了三個月 回覆診的時候 原先壞的膽固醇 竟然降低到正常值 而且不需要再接受治療 江首山也進一步解釋 說牛油果會有這麼神奇的功效 除了礦物質、維他命之外 還有單元不飽和的高含量脂肪酸 奧米加9 能夠降三高、抗發炎 可以說是整顆都是補的水果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回顧18個蜂蜜相關研究 共有1100多名受試者 分析結果發現 蜂蜜可以改善心臟代謝健康的重要指標 包括降低胸腹血糖 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 三酸甘油脂和脂肪肝相關心化指標 還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尤其以兩種單一花位來源的蜂蜜效果最好 分別是刺懷和三葉草 單研究人員不認為 可以肆無忌憚地食用蜂蜜 強調研究參與者 是以健康飲食模式來做臨床試驗 平均每日食的份量 大概是40克或者兩湯匙 添加甜分至每日熱量攝取 大概是10%或者更少 而美國心臟協會公佈的護心飲食中 仍然將蜂蜜列為含糖飲料 建議不要將蜂蜜當作日常飲食 它只是比一般糖好 好多人 生活中總是提心吊膽 你如果不吃得 那個不敢吃 就是怕膽固醇節節上升 日來心血管疾病找上門 台灣營養師彭日山分享 選擇正確的食物 比抑制食慾更加重要 他指出2020年 曾經有一篇國際期刊研究 總共招募了82位 過重或者肥本的人 隨機將這些人分為兩組 一組執行地中海飲食 而另一組 就維持原本的飲食模式 研究人員 沒有特別調整這班人的總熱量攝取 而是將食材 替換成地中海飲食建議的食物類別 令到熱量維持起和平時差不多 第四個星期發現 採用地中海飲食的人 膽固醇顯著降低 彭日山認為 想要降低膽固醇 飲食替換法 比制定菜單更容易執行 而且見到效果 而餐餐都要有的食物 包括全菊類 好像草米 五菊米 番薯等等 多色的蔬菜 菇類 甜椒 瓜類 每日都要有1至2份水果 而且要攝水橄欖油 阿麻人油 紫蘇油等等的好油脂 好像芝麻 黑桃 腰果 杏仁這些堅果種之類 鮮奶 芝士 娛樂等的乳製品 都是每日必備的 每個星期可以吃白肉 雞蛋 海鮮 和豆類 最後加工肉品 紅肉 和甜食 只能吃少許 雞蛋是常見食材 而且營養價值高 過往最被人糾餅的是 高膽固醇的問題 但其實並不需要太恐慌 日本內科醫生 律師 近日詹問 說他過去曾經遇到一個 85歲的病患 A先生 A先生來看病時 氣息相當難看 走路時也很不穩 他於是建議A先生 平時可以多吃肉類和蛋類食物 4個月之後 A先生覆診 整個人好像脫變一樣 容光悶化 詢問之下才知道 他完全遵照了醫生的指示 每日都吃不吃雞蛋 抽血檢查之後發現 A先生看來的白蛋白數值 從本來起危險的邊緣大幅上升 醫生解釋 白蛋白數值過低的人 容易因為肌肉衰竭 經常出現跌倒等等的意外 但白蛋白會跟著年紀增加而減少 A先生就靠著吃大量雞蛋 成功補充了身體裡的白蛋白 令他變得更加精神 至於坊間流傳雞蛋膽固常過高 略言說這個說法 源自於1913年 某個蘇聯科學家 被兔子吃了雞蛋之後 發現兔子身體裡 膽固常明顯增加 所以輕率做出這樣的結論 但兔子本來就是草食動物 吃雞蛋自然容易影響健康狀況 1981年 日本曾經做過實驗 給身體正常的人 一起吃10隻雞蛋 而且一年吃5天 結果試驗者身體裡的膽固常值 並沒有產生太大的變化 很多人認為膽固常是壞東西 因為會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事實上膽固常對人體極其重要 台灣營養師彭逸珊就說 膽固常是合成膽炎、維他命D 和荷爾蒙的必要成分 而且膽固醇有八成是由身體自行製造 另外兩成才受飲食影響 他說健康的族群 並不需要特別限制每日膽固醇的涉水量 但如果有膽固醇過高問題的人 可以透過一些方法幫助控制膽固醇 首先是高纖飲食 用未精緻的穀類 好似以燕麥片和糙米 取代精製的白米、麵條和麵包、蔬菜類 就算是深綠色的葉菜和玻璃為主 亦都要避免糕點、酥皮類、油炸品等等 含有大量反式脂肪的食物 同時亦都要降低膽固醇的攝取 避免食肥肉和內臟 而煮食上面就使用好的油脂 例如橄欖油、苦茶油、芥花籽油 或者牛油果油 可以平衡膽固醇 另外亦都要規律運動 幫助維持身神多謝 最後就是與專業人員討論使用保健食品 常見的就像魚油、紅菊、納豆等等